1986年 29岁的冯拱被春晚导演黄一鹤发掘 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和刘伟搭档表演了原创相声《五年说谷》 冯拱一夜称名 在这一年 远在湖北襄阳的一个名叫贾玲的女孩已经四岁 这时的冯拱不会想到 15年后因为一个意外 命运将贾玲推到了她的面前 而这个意外的缔造者却是贾玲的母亲李幻英 李幻英很疼爱贾玲 可是因为要进场工作 很多时候比贾玲年长5岁的姐姐贾丹 要承担起照顾贾玲重任 贾丹为贾玲操碎了心 因为小时候的贾玲很调皮 爬树 操鸟窝之类的事情没有少干 让贾丹感到意外的是 贾玲在10岁的时候爱上了看曲院杂谈 一看这档节目贾玲就很安静 看完之后贾玲还会模仿电视里的鸟叫声和各种乐器声 这使得贾丹觉得贾玲很有表演天赋 他为贾玲介绍了一位会表演的老师 贾玲跟着这位老师学习 这一学贾玲对表演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他有了演员梦 为了实现这个梦 2000年贾玲离开襄阳前往北京 他要考北京电影学院 遗憾的是贾玲落榜了 他觉得没有脸面见家人 他在北京的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服务员工作 他计划着来年再考 贾丹知道妹妹的小心思 他打电话安慰他还给他打钱 让他在北京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 2001年贾玲将中央戏剧学院作为目标 他报了中戏的戏剧表演班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报了一个喜剧表演班 而这个喜剧表演班 正是由冯拱提议中戏创办 主要授课老师还有江坤 陶咬文 让贾玲高兴的是 他被戏剧表演班和喜剧表演班同时录取了 而他亚更没有考虑进入喜剧表演班就读 可是母亲李幻英将他推到了冯拱身前 中戏给贾玲家打了一个电话 恰巧贾玲不在 李幻英就接了电话 中戏问贾玲是上戏剧表演班还是喜剧表演班 因为李幻英的口译问题 中戏的工作人员听成了喜剧表演班 李幻英就这样阴差阳错的 为贾玲选择了一条喜剧演员之路 专业问题解决后 贾玲和李幻英都犯难了 在这一年贾玲的姐姐贾丹也考上了大学 她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 姐妹两人的学费加起来需要二万多元 这笔钱对于贫苦的贾家而言是一笔巨款 而贾家的钱只够一个孩子上学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 贾丹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妹妹贾玲 为了不让家人失望 贾玲进入大学后认真学习 她还会将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有趣的事情和家人分享 李幻英甚至开玩笑地对贾玲说 等她以后出名了有钱了 可以给家里买台冰箱 可是李幻英还是心疼贾玲 不想给她太大压力 她改口说买件皮大衣就可以 李幻英的话贾玲听进了心里 她通过省吃俭用 为母亲买了一件皮大衣 将衣服拿回家之后 她发现尺寸不对 于是她又将这件皮大衣带回了北京 她要为母亲换一件合身的 然而母亲还没有穿上这件皮大衣 贾玲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哭到昏厥 03 贾玲接到了贾丹的电话 贾丹告诉她 母亲从堆满稻草的小斑斗车上摔了下来 还在抢救 贾玲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因为没有买到坐票 她坐在两节车厢中间伸缩的地方 可是她太担心母亲了 她根本坐不住 她给车厢里每个有手机的人跪下 她想借他们的手机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问一问母亲的情况 然而一切都晚了 当贾玲回到家的时候 母亲已经被送到了火葬场 贾丹悲伤地对她说 你快进来看妈最后一眼吧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 贾玲难过地对贾丹说 我觉得妈妈走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快乐 我这辈子的快乐都缺一脚 贾玲的父亲则一叶白发 身体越来越差 挣不了什么钱 养家和公贾玲上大学的重任 全部落在了贾丹身上 贾丹没有任何怨言地 承担起了这份重任 她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每个月工资有800元 她会每个月给贾玲寄500元 如果哪一个月份挣不多了 她就给贾玲多寄一些 她这样做了9年 甚至她结婚时都没有办婚礼 因为她要将钱留下来 给贾玲做学杂费 为了公贾玲上大学 她的父亲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家人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贾玲更努力了 她想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可是现实却很残酷 大学毕业后 没有什么资源的贾玲 过得很穷困潦倒 为了活下去 一场演出7块钱 她都愿意接 赚不到钱的她 只能住在很偏远的民房里 一个月房租只需400多元 可是这400多元 她有时也拿不出来 为了躲房东 有一个月的时间 她晚上回家都不敢开灯 不敢发出声响 她怕房东发现她要催租 后来为了省钱 贾玲搬到了一个环境更糟糕的 不足十平里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狗进去了 只能上下摇尾巴 乌漏偏逢连夜雨的 是贾玲的初恋男友 还不支持她的喜剧事业 她希望她能跟他一起去外地 但是贾玲想再坚持一会 最终初恋男友向她提出了分手 在这样悲惨的日子里 唯一让她开心的事情是 冯巩看到了她的潜能 收她为徒 彼时她参加了北京相声 小品邀请赛 凭借和王瞳合作的相声怎么了 获得了一等奖 也让冯巩看到了她的实力 而同时参加这次比赛的 郭德纲 于谦只获得了三等奖 只是郭德纲 再参加这次比赛两年后 生命却起 而贾玲却还在为生存奔波 她的师父冯巩 并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如此之差 可是这情况瞒不过贾丹 贾丹心疼贾玲 她在老家为贾玲找到了一个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工作 她给贾玲打电话 对她说 妹啊 你回家吧 北京哪是咱们这样的穷人闯的 回来吧 姐工作都给你找好了 一个月三千呢 可是贾玲不甘心 她还想再坚持坚持 那么如何让姐姐放心 她在北京闯荡呢 贾玲想到了师父冯巩 贾玲找到了冯巩 说明了情况 冯巩也知道 贾玲是真的喜欢相声 于是她在电话里对贾丹说 要是孩子吃不起饭 我管着孩子找不到地方住 我给找 孩子想学这一行 就让她试试 你放心 我一定把贾玲带出来 有了冯巩的保证 贾丹这才放下心来 冯巩也是真心对贾玲好 有演出 她就带着贾玲 有的演出是公益性质的 她就自掏腰包 给贾玲一些演出费用 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冯巩发现了贾玲的住处很寒酸 她红了眼 对贾玲说 你住的正差 我都不知道 孩子 今年一定让你多赚一些钱 生活会好起来的 冯巩说到做到 在这之后一年 贾玲赚到了五六万 挣到了十年的房租 她换了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也是在冯巩的支持下 贾玲和白凯南 合作了相声大话捧跟 2010年 贾玲和白凯南 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表演了相声大话捧跟 贾玲成名了 在这之后 贾玲的演出多了起来 并且2011年 她和白凯南 再次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表演了相声芝麻开门 在这之后 贾玲进行了更多 喜剧形式的尝试 她参与了 湖南卫视 百变大咖秀的录制 让贾玲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录制这档节目 她被师父批评了 在百变大咖秀中 贾玲需要扮丑 她会扮演大胡子的火蜂 也会扮演光头的周晓鸥 有一天 冯巩恰巧看到了这个节目 她被贾玲 在节目中的打扮吓着了 她给贾玲打了电话 她对贾玲说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家 干嘛这样扮丑 以后还嫁不嫁人了 以后多弄点相声作品 比裙子被聊起来强得多 好的作品 才可以留得更长久 贾玲知道师父关心她 她没有反驳师父 后来她对媒体坦言 哪个女孩不希望 自己站在台上 是光鲜亮丽的 第一次穿上服装 我也觉得别扭 可当我站在台上 看到所有观众 都因为自己开心快乐 我觉得扮丑也就值了 在这之后的第三年 贾玲成立了 属于自己的娱乐公司 还签下张小斐 许君聪 何欢等艺人 在这一年 贾玲参加了喜剧节目 喜剧总动员 因为节目组要求 在短时间内 完成一个原创小品 思来想去 贾玲决定 将她对母亲的遗憾 展现出来 她创作了小品 你好 李幻英 节目播出后 你好 李幻英 感动了很多观众 接受媒体采访时 贾玲坦言 成立公司 是我生命中的大事 我想让妈妈知道 也想让所有人知道 我妈妈叫李幻英 她真的很好 贾玲对于母亲的怀念形势 却不仅仅只有小品 她要将你好 李幻英拍成电影 为此她用三年时间筹备 2019年9月25日你好 李幻英电影版正式开机 这一天 贾玲在社交账号上写道 筹备三年 今日开机 难免有些遗憾 总想如愿以偿 可以重来 何其有幸 有媒体问她 为何执意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贾玲回答 我好像这辈子 从来没有这么在意过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把对母亲的遗憾展现出来 如果我再不拍的话 我的年纪就不会允许我再去演一个女儿 在电影里 她和母亲再次相遇 她太想母亲了 她想给母亲买一大衣 她想给母亲买冰箱 她想母亲能看到她的演出 她想母亲知道 很多人都喜欢她 你好 李幻英成了贾玲和母亲的一次对话 在这部电影里 贾玲还要请了父亲和师父出演 而在这之前已经成名的贾玲 已经为父亲和姐姐买房买车 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2021年2月12日 你好 李幻英上映 很快口碑和评分 都成为同档期电影第一 感动了无数观众 上映四天 你好 李幻英 票房破18亿 第一次做导演的贾玲 一跃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贾玲创造了喜剧演员 跨界做导演的奇迹 而在这背后 是她对母亲深沉的爱 而贾玲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是大家看完电影后 能够给爸爸妈妈妈打一个电话 却也是看完这部电影后 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 让李幻英安心 因为她的女儿真的很优秀 一位网友写道 哎 你女儿的电影我们都看了 可好了 你女儿老优秀了 我们都在呢 您看到了吗